天哪,詹姆斯加盟火箭原来全是假的,害得火箭球迷一场空欢喜,詹姆斯加盟火箭被哈登戳穿,詹黄联手保罗,原来是一枕黄粮美梦,休赛期,对火箭球迷来说,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,说詹姆斯要加盟火箭,和灯炮组合联手,一起对抗勇士,似乎詹姆斯即将奔赴西部,去开辟一条新路,重新打下一片江山。 于是乎,很多媒体,球迷都在为詹黄设计前程,冲进火箭美好的未来,消息还说,詹姆斯要第一个选择和火箭会面,詹姆斯还去休斯顿考察了好几所中学,说是为儿子去休斯顿读书做好事先准备,还说保罗已经开始招募詹姆斯,这些报道和消息说得头头是道,很多很多球迷都信以为真, 可是今天对哈登的一次采访,将火箭球迷的梦想一锤击破,首先哈登表示,说实话,詹姆斯已经在联盟打了多少年了,16年,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说服他到哪里去打球,我觉得到了生涯这个阶段,一切都看他自己的决定, 他已经有三个总冠军,对他而言他的决定只跟生意,家庭有关,无论他想去火箭还是洛杉矶,亦或是留在克里夫兰,没有哪个总经理,朋友能说服他到哪里打球,或许除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吧,无论他决定去哪里打球,他都会那样做,哈登的意思, 詹姆斯这样的巨星,在联盟摸爬滚打了16年,还用得着别人劝他去哪里打球吗?詹姆斯去哪里,是不可能被别人所左右的,哈登对詹姆斯去哪里分析说,詹姆斯要去哪里,就他这个年龄而论, 他应该以家庭和生活为重,或者以生意为先,哈登的看法和维德如出一辙,维德也认为詹姆斯今下的选择,当以家庭和生活为重,确实不无道理,当记者问到保罗招募詹姆斯这件事时,哈登肯定的说,没有,他跟保罗关系确实很亲密,他们两人是真正的好朋友, 但我不认为他们聊过到火箭打球一事,我觉得他们会聊篮球,如果詹姆斯说非,我再考虑到你们球队打球,那我们会对此展开讨论,但我不觉得他们聊过这件事,哈登说保罗和詹姆斯确实很亲密,关系非同一般,但是一码归一码,哈登认为保罗不会和詹姆斯谈论加盟火箭的事, 作为老朋友的保罗,对詹姆斯是很了解的,这种事情确实不好插手,因为人家詹姆斯还有一家人,还有三个子女,二个儿子,这些是不能强迫的,所以保罗去逼詹姆斯出山确实没有道理, 更重要的是,从哈登这段话很容易看出,哈登对詹姆斯加盟火箭这件事情是予以否觉得,一是哈登认为,保罗没有和詹姆斯讨论加盟火箭这件事,二是,保罗也没有和哈登提起这件事, 很显然,外界传闻詹姆斯加盟火箭,全是补风捉影,全是扯淡,话说回来,不少球迷还真希望詹姆斯和登炮组合联手,把西部闹腾起来,并击败勇士,因为这个剧本是在太精彩,爱,原来是黄梁美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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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